Hello, 我是LuckLuck 今天講一下這個 PND的新合作 這個達爾大冒險 抽不抽好了 照舊是跟平級來排名大獎和小獎的 今次是分了五個平級的 有SS級、S級、A級、A級 以及B級的 五個平級啦 好,事不宜遲,先講一下SS級 那SS級的第一隻是... 就是主角啦, 這個達爾 那達爾有什麼特別呢? 達爾的定位是光隊的隊員 隊長和武裝是比較次要的 進化前覺醒是非變身寵是最大 最大5個7C 即是7combo 32倍 幾乎是常鑽40億的火力 現在有邪魔耐性大, 這也不錯啦 技能是6CD的無效貫通 嘩 這一招技是短CD的高攻律性技能 對啦, 6CD破無效貫通 打高難度關是非常適合的 隊長是一個比較易發動的leader skill 6顆珠就半減,對啦,易發動的 加上22倍都比較高攻 算是一隻簡單易用的leader啦 好,看看進化後先啦 進化後的達爾呢,火力就變回最大4-7C加魔耐貫通 PND目前最王道的火力配置啦 加上是光光雙屬啦 絕對有機會成為86億的火力候補啦 而技能是6CD的加攻兼光橫牌啦 這招技我略嫌的功能就不夠啦 而隊長是1.5倍血半減啦 6顆光就可以發動啦 另外6顆珠可以半減這下呢 是可以方便儲技的 所以進化後的勇者達爾呢 這個leader性能是比較高的 而武裝是一把覺醒是完全光屬火力突化啦 橫牌兼光掉落 L字都是實用的配置啦 那加上技能都挺正啊 是10CD的三回合之間呢 加手指加回加攻 兼且解轉轉轉啦 那10CD技能可以解那麼多副效果呢 那這一下呢是挺好的 好,那補底方面呢 Luckucku的建議補底是一隻的 對啦,那達爾進化前後都好啦 都是43億的光屬的火力隊員啦 那進化後的火力可能更高啦 但進化前的技能呢 攻略性是非常之高的 那絕對是目前的光隊的要元啦 即是玩光隊千萬不要緊擊 miss第2吧 好,那第二隻SS級的角色是 嗚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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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老豆啦 老豆巴蘭呀 那老豆是怎樣定位呢 他的定位是暗隊的隊員 其次才是隊長vs武裝吧 那麼變身前是3SP變身 那暗隊來說是 Titans сп不好爭的 變身之後怎樣呢?就好P了 首先覺醒又是5.7C 火力方面又是上主頂攻 加上有2顆暗寸燒,是課反暗隊的全隊火力 而技能先是最亮眼 4CD模型貫通兼解LOT3色陣 還加10倍攻 4CD技來說難以自信這麼多倍 加上附屬光屬可以受惠光隊 即是不知暗隊的,光隊即是光斗苗那些都可以進回巴蘭 而隊長技是暗吸蒙向 最少2吋暗離發動 但自帶3吸蒙加算兼追打,這個配置是挺高的 這個輕減率是35%的話,做攻略型隊長是ok的 好,武裝方面 2個HP強化兼2顆封印耐性,泛用性非常高 技能是10CD的激減盾 這一下就略嫌過場 但覺醒方面是很不錯 補底方面,Luckluck的補底是一隻的 主要是這個本體 變身後技是太亮眼 入暗隊是一流 還有連光隊都可以進入 所以隊員方面真的無法輸 所以見以布也是一隻的 下一位SS級角色是 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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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叭 其實不用猜 就是你阿邦老師 ok阿邦 阿邦老師這次定位是光屬的 隊員 其次就是隊長或是武裝 變身前是5回合超長的威嚇技,很適合入變身隊 即是光鬥苗或是光色神這些都很適合入變身 變身之後的覺醒是火力和耐性兼備 7C魔法貫通也有,HP強化也有,魂耐性也有,非常平衡的覺醒 而技能方面是2CD解鎖兼轉傷色 在沒有加攻的情況下就沒有太需要loop 所以單一隻的隊員性能都是很高的 至於隊長方面是5顆光或是火,發動輕減兼20倍攻 發動條件比較低,加上有500萬的高傷害追打 都是一隻挺易用的隊長 而救進之後的艾班老師 覺醒是最大4個7C兼魔法貫通 都是PND目前最王道的火力配置 加上在光光雙屬之下都是86億火力的後補 超覺醒還有大眼鏡兼SP Plus 即是3個覺醒都是實用的 技能方面是非常op,非變身重,8CD的破槍級 泛用性是極之極之高 基本上玩光隊,即是打普通關,一定是入回艾班老師的進化後 有這一招技,我想可以對應很多地下城,幾乎是9成地下城 隊長方面是光屬的3圍2倍 最大20倍攻,100萬的高傷害追打 六顆光發動也是一隻挺簡單易用的Leader 而武裝方面是3SP配置 那是什麼意思呢? 是覺醒SP,兼技能是2回合的加速 換算就是3SP配置 加上覺醒是有L字兼回復強化 都是非常實用的 這一把武裝無論是快用性或者功率性都很高 那艾班老師的建議保底是1至2隻 對啦,因為3個形態都是很實用的 特別是進化後,這個破槍級的技能 發動性是非常之高 那今天變身又厲害,武裝又厲害 所以是越多越好 那SS級角色都說完了 沒錯,剛巧是3隻8星角色 那這次8星角色都很厲害 是完全是換得過的 好,那下一個Tier就是S級角色 那第一隻S級角色是 如果 någon究竟 nacjer SHM 就是你啦,這個Leona 王女!OK 那Leona這次定位是光隊的隊員 那其次才是武裝兼隊長 那進化前覺醒最大6SP 那兼是回復型覺醒 3個心強化 有這個暗炎帶來興都是非常不錯吧 那ss技能 bio加回復力兼解覺醒兼解消專無效 那不用變身6CD技是感到非常之差 這一隻出現之後呢 絕對是光束解角位的最佳人選之一 因為光束的解角重,比較常用是雲魔女 但雲魔女變身前沒有SP這下是很傷的 所以雷安娜出完之後,光束這個位絕對是最佳人選之一 隊長技是4顆深袖發動的配率,挺容易用的 但回復力就限了50%以下這個條件,留意一下吧 好,夠進之後覺醒變回十字向,十字型火力覺醒 兼有邪魔大耐性 技能是10CD的細輕減,留意一下細輕減 然後加攻加回,兩隻進化下王女就可以loop了 隊長方面是3倍血,18倍攻 不過這個10倍回的限制是20%血以下 這個發動條件是挺苛刻的,所以安全感很低 好,武裝方面 解綁覺醒,3解綁,兼加血加回的強化 技能是7CD的加回復兼解覺醒,解消珠無效 實際上是一把全解武裝 對啦,覺醒是解綁 OK,3個解綁,即是一串橫牌,深橫牌就解狗回合 技能是解消珠兼解覺醒 所以這個配置其實是全解武裝 所以是非常之好 今天解綁,又可以選這個轉轉轉 都是挺正的配置 保底方面,luckluck的建議是一隻的 這一隻是目前光屬比較完美的解覺位 假如有雙屬的話,即是光火、光水、光暗那些 我是絕對會平衡SS級的 可惜單屬就綁了光隊 所以這一下是很不抵的 替他不抵 還有這一隻是Skin寵來的 那就不怕說補不到底 抽不到的話都可以買的 好,下一隻S級角色是 就是來了,這個 不死騎團團長,這個Hillkelet Hillkelet的定位是暗隊的隊員 騎士是武裝兼隊長 進化前覺醒是暗寸消向 最大4個7C兼3個暗combo 所以是自身兼全隊都是很高火力的 另外暗暗雙屬的配置 都有86億傷害的可能性 技能是擊減盾兼加手指 攻略性非常之高 隊長技是最大26倍攻 但是3吋暗這個發動條件是難一點的 看來是要玩出到版面 變身後是變回combo型的覺醒 最大10C7C7C20倍攻 兼有暗炎耐性和L字對應 技能是加攻加回加手指 7CD技來說3個可能性 近似惡魔士的技能 隊長技是依照類別而加攻加回 不是加月加回 光暗都容易發動 武裝方面是SB加體力Q 技能是13CD的4回合大盾 60%輕減盾 兼且覺醒和消毒全回復 近似火菇武裝技能 這一把攻略性都非常之高 LuckyLucky的建議補得是1-2隻 因為3個形態都是比較實用 都是越多越好 下一位是... 就是你了 魔君司令 魔君司令的定位是暗隊的隊員 其次是隊長兼武裝 進化前是3個暗串燒 覺醒又有魔法貫通 都是自身兼全隊火力型 技能是加攻兼2回合的威嚇 9CD技來救 功能性是一般 不過不失感 隊長技是固定13秒 這些是9場 之後全惡魔3為2.5倍 兼自大combo加算和追打 都是一隻易用D的Lead 夠進之後覺醒變回多色向 最大4個三色強化 兼斜魔和封條耐性 是一隻火力和耐性兼備的覺醒 技能方面是火水暗深色色陣 兼2回合的破屬級 50%以上的發動條件都OK 這一招技和五條老師的雙性比較高 加上覺醒也是三色向 就可以進入五條老師隊 隊長方面是5顆火發動半減 但是要轉火暗雙色 發動條件就不算特別低 武裝方面是防綁加4顆暗掉落 技能是連續三回合的破傷級 CD不太長 下一把暗隊來說 翻用性和攻略性都是很高的武裝 Luckluck的建議報帶是一隻的 因為主要是五條老師隊員 只有這件事都要報第一隻 好,Next 下一位是... 就是你了 魔影軍團 定位是暗隊隊員 其次是隊長兼武裝 進化前覺醒最大是4個暗串燒 兼3個暗黃牌 幾乎是暗屬全隊的火力超特化 技能是2CD加速兼2個黃牌生成 是一個周回用的技能 5隻的話就可以玩System 完全是課長專用角 隊長方面是要9顆暗才可以發動 條件都頗難的 但開技之下就可以確保發動 所以都是一個周回型的隊長 進化之後是這樣的 覺醒是2顆10師強化兼2顆暗串燒 都是自身兼全隊的高火力型 在暗暗雙屬之下 都是有86億傷害的可能性 技能方面是14CD2回合4倍攻 兼2回合破魔法冠通 這一招技對應魔法冠通的怪是一流 隊長方面是一個4級蒙加蒜的隊長 非常之多 但3吋暗的發動條件比較高 暫時看上同色神宗主的雙性 隊長雙性比較高 武裝方面都是暗橫牌武裝 技能是4CD解轉轉轉 是多短的 都適合入暗橫牌隊 即是縮羅真人隊 Luckluck的建議補帶是1至5隻 為什麼那麼多呢? 其實正路是一隻夠的 進化進化後來玩暗隊 但想組裝團長的系統 當然越多越好 5隻就是1系統 所以千萬不要換走 即是不要當引發換走 好,那S級角色講完了 那什麼?S級角色已經講完了 那之後是什麼角色呢? 那之後呢 就講一講A級角色 那A級的第一隻是... 就是你了 這個POP POP 那BOP的定位是火隊隊員 那其次是隊長或者武裝 那進化前覺醒3-7C魔貫通呢 都是很標準的火力配置 那兼且有邪魔加雲耐性 那這一下都不錯的 那技能是解消珠兼輕減加手指 那是4CD3個比較實用的官行性 那隊長方面是4顆火就半減3C加算 那都是幾簡單易用的這打 那看來是偏向周回用的 那夠進之後是這樣 覺醒是變回多色向 那最大4個3色強化 那技能是轉回4CD的破屬性吸收 那4CD破屬級都幾短 那加上智商 那智商也是有特殊用途的 那例如是觸發50%血壓條件的技能 那今次達爾冒險也是有不少這樣的技能 那隊長技是首個激減兼輕減盾配置 那但是發動條件呢 是半血以下 那變相就是少了半血 那實用性就不是很高的 那武裝方面是 HP強化2顆兼3個毒耐性 那技能是7CD激減盾 那都是100功力性都不錯的武裝 那補底方面 LuckyLucky的建議補底是0至1隻的 那為什麼今次評價不太高呢 那原因是這樣的 那波波雖然今次的隊員性能是很高 但是定位呢 其實跟目前主流的火隊隊員是撞了 那覺醒邪魔耐性是撞了磁力王 那技能解消珠解這個手指呢 又撞這個花架的三世明王 所以假如玩火隊入波波的話 那反而磁力王和三世明王都不知道怎麼進 那搞法呢 那編成方面可能要重新砌過啦 那所以對純火隊的玩家來說呢 那必要性是不是那麼高的 但是目前來看呢 進回火前不隊是挺穩陣的 那下一個A加角色是 就是你了 這個 馬姆啊 OK馬姆 馬姆今次定位是火隊的隊長 或者隊員或者武裝都可以 那是一個挺平衡的角色 那進化前呢 那覺醒是最大4個魔耐貫通 兼7C強化 那只這5個都成為78倍的覺醒火力 那是非常之高的 那加上火火相熟之下呢 那是有86億傷害的可能性啦 那技能方面是解Log兼火心生成 然後50%以下就解覺醒 那50%以下這個條件呢 是難一點發動的 那隊長方面是6顆火就發動 那是500萬的高傷害追打 那沒有輕減之類的 那都是一個周回向的隊長啦 那究竟之後是這樣的 覺醒最大4-7C 或者是3-7C魔貫通 這個王道配置啦 那兼且有毒耐性大 那技能是短CD的轉屬寵 那是轉神木屬 那這一招技對應水屬的怪是一流啦 那隊長技是9圍的回血解覺型的Leader啦 那回1萬血呢就解覺啦 那這個條件是比較低的 那有機會做回攻略型的Leader啦 那武裝方面是2個HP強化兼2顆火橫牌啊 那技能是20CD的2回合破魔貫通啦 那玩火橫牌隊都蠻合用的 那補底方面LukuLuku的建議呢 都是0至1隻的 那首先火橫牌隊就不是目前主流的火隊啦 那進化之後的隊長都是實驗性比較高啦 那所以就未到好必要的 好,那A加角色是講完啦 OK,那下面呢 就講一下A級角色先 那在剩下6隻這個6星寵裡面呢 哪些是A級角色呢? 好,第一隻是... 就是來了,冰火路啦 OK,冰火路這次定位是火隊隊員或者武裝啦 其次是隊長啦 那進化前是火水雙色串燒啊 適合火潛艇啊 那連上超過性是雲耐性和毒耐性兼備啦 那耐性和火力是非常之足的 那技能方面是解鎖兼2列生成啊 那5CD的固定生成技啦 隊長方面要2寸火加寸水才可以發動 這個條件比較高啊 那夠進之後呢,就變回10字型火力的覺醒啦 那覺醒方面是最大62.5倍啊 這個火力也很高啊 那技能是5CD的自己加攻 兼固定火十字生成啊 那同樣都是固定生成技啦 那隊長方面是7C就... 60%輕減 發動條件連上火十字啊 武裝方面是L字兼火水雙色掉落啦 那技能是12CD的2回合激減盾 OK,激減盾啦 那是一把攻略性都頗高的武裝來的 那尤其進回火潛艇啦 是非常之適合用的武裝啦 那LuckyLucky的建議保底是一隻的 但我想六星角色呢 就算不保底呢 都會衝過來的啦 好,那下一隻A級角色是... 嘚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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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嘚 嘚嘚嘚就是你啦 這個拉哈綠朵啊 六戰騎啊 那定位是武裝啦 其次是暗隊的隊員或者是隊長啦 那角色是六個暗牌啦 那完全是暗橫牌的突化隊員啦 那加上本身是最大三個7C強化啦 那火力都頗高的 那技能是六CD的六回合沒有天降啊 那即是自帶沒有天降的loop 那都是有些特殊用途的 那隊長就是暗屬的無條件16倍攻 那看來是周回向的隊長啦 那實用性比較高的是武裝啦 那兩個HP強化 那技能是15CD的三回合的激減盾啦 那三回合的大盾都是多長啦 那給你第一層儲的也好 那或者是頂傷也好 那打BOSS也好 那這個功能性是幾高的 那Luckluck的建議寶德也是一隻的 那下一隻A級角色是 就是你啦 這個HEMER 那這隻定位是光隊的武裝啦 那其次再其次才是隊員或者是隊長啦 那覺醒是多色啦 連上超覺醒是最大4顆HP強化啊 那技能是3CD的解落兼三色生成啦 那三隻可以loop的 但就沒什麼意義的loop啦 那隊長方面是非變身兼六星寵呢 竟然有65%輕減率 這下是幾高的 但是固定三色就難發動一點啦 那重點都是武裝啊 兵士之驅啊 主要是SB加無敵盾啊 那只這兩人配置呢 都是100功能性是很高的武裝啦 那在無敵盾方面呢 是可以視為貝卡斯的武裝的代替品啦 那Luckluck的建議寶德也是一隻的 好那A級角色講完啦 那就剩下B級角色啦 OK 那大家都數到哪三隻啦 好,講完先啦 那第一隻是你 這個白獸軍團 色役長 那這隻定位是武裝或者是隊員啦 其次才是隊長 那覺醒木寸燒兼木橫牌呢 那是木屬的全隊火力突化啦 但是比較亮眼是這個技能方面啦 對啦,是9CD的4寸珠的固定生成啦 那這一招的暫時看起來呢 幾乎是杯賽或者周回專用的技能啦 那隊長方面是7乘6啦 那就火回7乘6的轉這打用啦 那武裝方面是封印耐性兼3個木掉落 再加HP強化 那技能是3回合的威嚇啦 那玩木隊是挺適合的 那勒克勒克的建議保底也是一隻的 那假如你要玩周回的話呢 那就可以留多一點啦 那就不要買啦 好,那下一位是妖魔士的團長 那定位是武裝呢 其次是隊員啦 最後才是隊長啦 那覺醒是暗寸燒火力啊 那自身最大有3個7乘強化 兼且邪魔耐性的 那覺醒方面都不差的 那技能是威嚇兼超猛毒 兼暗珠生成 那10CD技來說就一般啦 那隊長是2寸暗就1000萬的高傷害追打呢 那也是周回容的Lead來的 那武裝方面是封印耐性兼10字燒強化 那技能是對應轉轉轉和三色陣 那是一把對應10字和轉轉轉的武裝啦 那LuckyLucky的建議保底也是一隻的 那最後一位就是你啦 老鼠仔 OK是老鼠仔 這個是Chill 那定位是木隊的武裝啦 那其次是隊員啦 再其次是隊長啦 覺醒最大2顆10C強化 還有暗炎耐性大 那技能方面是4回合的輕減盾兼加攻啦 那6CD技來說是不錯的 那隊長技是9坑碰60%輕減嘛 那假如在6成5版面之下呢 9C的發動條件是比較難啦 那武裝是SB加木吊龍武裝 那技能算是新玩法啦 那是連續兩回合的三色陣啦 那這一招技玩杯賽或者周回的可能性是比較高啦 那LuckyLucky的建議保底也是一隻的 好啦以上就是達二大冒險的所有角色的評級啦 那由SS級大獎到S級、A級、A級、B級 5個level都講完了 那講到口水都乾了 好那最後呢 就講一下抽不抽好了 OK 重點來了各位 重點來了 抽不抽好呢 那首先講一下抽的原因先好嗎 那抽的原因是有4個的 那第一個是性價比高 那今次達二大冒險的性價比是挺高的 那同樣是7石機之下呢 那六星角色是全部都有武裝進化的 那有一些還有夠準的 那相比上次就回是沒有的 那之前果別都沒有啦 那所以這樣看來呢 達二的性價比是挺高的 那未公佈幾石機之前呢 那我看到不知道comment都說是10石機啊 都幾多人認為不是7石機的 那最後呢 原來都是7石機來的 那整個性價比是高很多啦 那第二今次是有SS級角色啦 那好似變身後的巴蘭啦 舊進後的亞班老師啦 那都是有很OP的技能啦 那第三是隊員的性能高啦 那特別在光暗屬方面啦 那今次Cossova的角色是偏回光暗屬的 那基本每一隻都有個不錯的隊員性能啦 那就是光暗隊是幾方便的 那第四是新合作兼大型合作啦 那PND的大型合作機會不是很多的 那今年上半年是幾乎是沒有的 那所以現在的新合作都是抽一抽的穩陣啦 如果不是的話都不知道下次什麼時候 那講完抽的原因之後呢 就講一下不抽的原因啦 那首先不抽的原因第一個就是 今次的隊長性能比較低 對啦雖然強的隊員多啦 但是強的leader呢 就不太多的 一線的leader甚至沒有啦 那上次就回的五條老師啦 宿羅啦 真人啦 和柳狐啦 都是一線的leader啦 但是今次的達爾大冒險呢 一線的隊長是沒有的 那除非只有buff啦 那第二就是這個隊員是偏光暗屬啦 那八星七星是沒有水木屬的 那冥水冥木的玩家呢幾乎是難民啦 這次變了 那所以假如不玩光暗隊的話呢 那不抽都OK的 那第三呢 八星是可以換的 那今次我認為是SS級角色的都是八星角色啦 那八星是全部都可以換的 那假如你引花是比較多的話呢 那是不需要抽的 那今次就不像上次就回感啦 那七星是這麼厲害啦 那今次是正常的 那八星是比較厲害的 那基本上換完八星都可以收手的啦 那至於呢 那抽不抽呢 ALL IN多少呢 那今次的目標都是抽齊的 不過始終是沒有看過這套東西啦 那是沒有什麼外 那就不會像上次就回感癲的啦 我想都是ALL IN少少啦 對啦少少算啦 那這一條就是達爾大冒險的角色評價兼評級片啦 那希望可以幫到大家啦 作為這個參考啦 好 那喜歡影片的 希望可以留個讚和訂閱我啦 那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